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关于香港的灵异事件 在香港这样一个城市 发生灵异事件的次数确实真的不少 事情是发生在沙田某个教会中学的一辆校巴上 事情发生的那天早上 校巴在新界某处的公路上飞驰着 一名老妇人从树旁走出公路 在慢线行驶的货车此时把她撞了个正着 老妇人被卷入车底 上半身随着左前轮滚动 下半身被拖行 双腿则留在了被车撞到的地方 司机并没有觉察到已经撞到了人 继续高速的行驶着 其他的车辆发现了事情被截停 老妇人的头和脚距离竟然超过了一公里 当时警员把现场封锁 搜集老妇人的残肢 当时头部上的眼耳口鼻都已经破烂不堪 内脏散落在公路及到旁 车轮上挂着一团烂布包着的零碎的内脏和残肢 白骨从烂布中抽出来 里面还有东西在跳动 老妇人右手连手上的玉镯 老妇人被撞到车车旁边的快线 老妇人卷入车底的时候 右手被斩断飞托 弹到了旁边的快线 正好卡在了校巴尾部某个地方 但是校巴的司机浑然不知 校巴照常 按照惯例去接载学生 回到学校的停车场 当时司机要在停车场停留半个小时才有工作 所以他蹲到一旁 在抽烟看着报纸 这个时候虽然是日光日白 但有一名爱好做白日梦的学生 从窗口往停车场的地方看 竟然看到了满身鲜血的老妇人 在校巴附近徘徊着 她当时吓得嘴唇发紫 举起手来 啊啊了了半天 都叫不出啊死两个字来 老师后来终于听懂了她的话 便走到窗旁去看停车场 当时老师也被吓坏了 因为她看见 果然有一个老妇人 血淋淋的停在停车场 似乎在找着什么东西 但是她装作若无其事 转身对同学们说 你又发梦了 其他人先自修 而这个时候 校巴司机站起来 深深揽腰 走向校巴准备开车 她打开校巴车门 坐上司机位 还没开车的时候 老师从客室里 飞奔到停车场 把她拦住 老师将事情说出来 当时校巴的司机说 黄子 你一定是眼花 或者是产生了幻觉 两个人围着校巴走了两圈 都看不到那个老妇人 最后 校巴照常 开走了 校巴司机 照往常那样 驾车在公路上飞驰 可这个时候 司机从倒车镜里 看到车的尾部 站着一个支离破碎的老妇人 她的头 滚到了司机的旁边 情急之下 司机把车停住 而那老妇人的头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司机吓得全身发抖 毛管直竖 在她惊魂未定的时候 那头又出现在了前挡风玻璃之前 当时校巴司机吓坏了 第二天 立即向所属公司辞职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某天下午 在学生放学的时候 走到停车场 登上校巴 校巴司机点算学生人数 这个时候 学生发现 车上坐着一个老妇人 有多事的学生 就拍拍的那个老妇人问 这是拉学生的 阿婆 你为什么坐在这里 可是老妇人突然变得血肉模糊 白骨和内脏 从身上掉下来 学生都吓得飞奔下车 甚至有几个女生 吓得当场只管哭 因为校巴司机 当时背向事发地点 只听到了大家在宣教 他回过头时 却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就没有理会 就这样 学校的校巴闹鬼事件 从这就开始了 学校停车场和校巴经常闹鬼 即使是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人撞鬼 在某一天的中午 一群男生到停车场附近去玩 看到了一个类似于球的东西在地上 于是大家就踢来踢去 可是踢了一会儿 一名男生徒手接住了向他踢过来的那个东西 他感觉到那个东西滑溜溜的 拿在手上 仔细地看清楚 原来才发现 那是一个烂的没有头发和眼耳口鼻的人头 当时头上的肉就像肉泥一样附着在颅骨上 离远处看去就像是一个烂皮球一样 可是那个头骨突然间张开嘴巴 把这个男生吓坏了 事发两星期之后 校巴死气喉坏掉 因而要进入车房维修 车房工人在检查的时候 发现车底有一只腐烂的盾手 大家大惊之下立即报警 经过警察调查 证实只是一个意外 于是将断臂上的玉镯交给了死者亲属 死者的儿子说 老妇人生前曾经吩咐过 要将手上的玉镯陪葬 但是当时因为找不到断手和玉镯 唯有另买了一只相似的玉镯 作为陪葬品 由于遗体早就已经落葬了 无法将老妇人心爱的玉镯 放入棺材 这样学校的停车场和校巴 闹鬼的事情虽然平息了 但是仍然时不时 有人看见那位老妇人 在学校停车场徘徊不去 似乎是有些不甘心吧